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哲学本身是一个贵族学问 用我的话说就是吃饱了 撑着没事干才去搞哲学 反正我们老一辈的很多东西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通常比如说我指导的论文 比如说我指导他们的论文 我一定是从第一个字改到最后一个字 我不想有的导师看看大字可以 大字可以 OK可以 所以连文献缩影 连你的角柱我都得看 因为就是我们的先生是这么干的 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说 能力学一个是 它是穷人的学问 刚才说哲学是贵族的学问 对 能力学是穷人的学问 因为能力学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因为它实际上 现代人的道德感大概不与传统社会 因为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开放 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 我们的生活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大 所以现代社会对法律 对次序的依赖越来越大 越来越强 对人们的这个道德自觉的依赖性 不能说没有 但是好像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外在规范 那么靠得住 所以一方面你觉得这个社会是需要道德的 现代人实际上很稀缺这个东西 因此你的研究 虽然从学术上来说 它可能不是一个时髦的科学 不是一个热门科学 但它是一个这个社会真正内在需要的学科 所以你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但另外一方面你正因为这个学科 或者是这样一个学问在现代社会 它所起的作用 它所能够赢得的信奉者 并不像以前 因此你常常会感到自己是寂寞 自己是不复 不被理解 或者是这个学问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也是感觉是复杂的 那这个消息 跌到应参考虑 那 sticke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